中国孩子成功法 中国孩子成功法有八个办法 第一个就是新形象确立法 有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叫罗森塔尔教授 他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就是把一群小白鼠分成A组和B组 然后告诉A组的饲养员说 这群小白鼠是非常聪明的 然后告诉B组的饲养员说 这B组的小白鼠是一般聪明的 没有A组的聪明 然后过了几个月 就拿这群小白鼠做实验 让A组和B组的小白鼠穿越迷宫 然后确实是这个A组的小白鼠 比B组的小白鼠聪明 然后能最先穿越米宫找到这个食物 于是罗森塔尔教授就得到一个启示 他就把这个启示用在了人身上 然后找了一个班级的化名册 然后对班主任老师说 随机挑了一部分孩子 说这些孩子是比较聪明的 然后呢 这班主任老师就是平时用着 用对待聪明的孩子 对待这些孩子 等了一段时间 这几个孩子确实比其他孩子要表现得聪明 这就是说明了 新形象确立法是非常管用的 这里面有分成六个形象 六种形象 第一个就是治眼形象 就是在平时要描述孩子 我的孩子就是聪明的 想象力丰富 爱动脑筋 学习能力强 有创造力 就是在心里面说 见人也要夸 我的孩子 就是比一般的孩子 就是比一般的孩子聪明 第二个就是给孩子培养一种强烈 强烈形象 这里面有自强 自立 自信 不怕困难 敢说 敢做 然后呢 还有一个健康形象 就是平时 我的孩子就是身体健康 心里也是健康的 很少会生病 要经常的去描述 然后是道的形象 我的孩子是会关心人 理解人 然后懂是非 知善恶 然后有社会适应的能力 然后就是有 还有一个是道的形象 会关心人 理解人 懂是非 知善恶 还有一个是 自在形象 热爱学习 奋发向上 兴趣广泛 开朗活泼 然后就是培养孩子的 优秀现代意识 有独立的意识 有奋斗的意识 有主见的意识 有创造意识 有竞争意识 还有有效益意识 有金钱意识 还有社交意识等等 这里面就是要经常的去描述它 去巩固它 发现孩子就是比如说做作业 不会了自己动脑筋 把这一道题做出来了 就要去肯定孩子 我的孩子就是聪明 自己不会的问题 自己想一会儿就会了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心理暗示法 心理暗示法 这个也非常重要 比如说 有两个人 他同时去医院去做检查 一个是得癌症了 一个是就是没有病 但是呢 医生把他们的化验结果拿错了 然后 本身有癌症这个人呢 过了一段时间 反而好了 这没病的这个人 这个人呢 整天都害怕 又去 又去做做检查了 然后 没病的人反而又 得了癌症 这就是心理心理暗示 这心心理暗示呢 又分 分为五 五个方面 第一个暗示呢 就是治理方面的 就是孩子相信自己的 自己是聪明的 有创造力的 第二个呢 就是 非治理心理因素的 素质强者教育 就是相信 让孩子相信自己就是 坚强的 自信的 勇敢的 有社会适应能力的 第三个就是 健康的 观念 让孩子有 就是相信自己是健康的 身体是很好的 不会生病的 偶尔哪天生病的 就是说我孩子 这两天没注意 偶尔生病的 但是很快就会好的 这心理暗示 再一个就是道德方面 就是我孩子懂是非 愿意关心他人 有关心他人的能力 再一个就是 自在状态方面的引导 孩子有学习 有学习的兴趣 有学习的自觉性 向上的积极性 愿意管理自己的生活 有的孩子 比如说 家长带孩子 见家长了 孩子不敢达成说话 或者说 不敢说话 就是说我孩子 今天不愿意说话 有些家长呢 不懂这个道理 偏偏就说 我孩子胆小 不会说话 这些东西 千万不要用的 再一个就是 第三个 第三个也是非常关键 非常重要的方法 就是欣赏 夸奖 鼓励 榜样法 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 平时孩子 要及时的欣赏和鼓励 我们有学霸班 有一个学员 咱不说名字了 他就把余明老师 当成自己的榜样 平时 就是 学习的时间长了 不愿意学习了 他自己心理人一想 余明老师说了话 什么了 他就去学习了 这是他 孩子自己分享 比如说 孩子平时写字 看见哪个字 写得好看了 就要及时的去夸奖 去欣赏孩子的 你这个字写得真好 比爸爸妈妈写得好 及时的夸奖 然后呢 第四个方法就是 进入孩子思维法 要和平时和孩子平等对话 再一个就是 倾听孩子说话 和孩子共同游戏 比如说孩子喜欢唱哪个性的歌了 可以和孩子聊一聊 那你为什么喜欢他唱的歌 就是进入孩子思维法 就是进入孩子思维 咱们国家有一个写童话的作者 当时我记得写的是那个 皮皮鲁和皮皮虾什么的 就是那个作者 他都是 就是会进入孩子思维 和平时和孩子对话 他写的童话 孩子都比较喜欢好 比较好看 再一个方法就是 冲突化解法 这孩子有时候可能会 会和家长 比如说孩子摔倒了 在地上挖挖地哭 用什么办法都不行 这时候就要用到冲突化解法了 比如说 孩子摔倒了 就是孩子知道 自己摔倒要自己爬起来 要给孩子树立这一个观念 还有咱们国家的外交官 喜欢用到这个办法 就是逻辑中断法 比如说 有人提问 打比方 就是你愿意当小偷呢 还是强盗呢 你如果是回答 直接回答 两个问题都没办法回答 那只有中断他的逻辑 然后说 换成其他的思维去答 答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会提这样的问题呢 你提这样的问题是 有什么想法呢 咱们的外交官 那个叫庚爽 他前段时间就经常用这个办法 美国人 疫情的什么提问 有些有些有些问题是没没没没办法回答的 他就是就用这把他逻辑中断 用其他的方式回答他问题 然后就是一个坚持原则法 坚持原则 就是比如说孩子想看电视 到十二点呢 还想看 家长不让看 孩子非让看 这怎么办呢 这就产生冲突了 然后呢 家长可以妥协一下吗 就是说 你可以再看五分钟 孩子说 那 我想看完 那家长就说 只看五分钟 然后 家长可以扭头就走 然后让孩子知道 长时间的看电视 是对孩子不好的 他即便是 这次看完了 下次他还会 会知道 这长时间的看电视 是错误了 第六个方法就是 建立未来强者心理 重建法 让孩子就是心理 就是一个强者 那怎么重建呢 比如说 孩子平时要 要鼓励孩子大声的讲话 表达自己 想表达这种东西 有些家长 就容易 容易犯这种错误 比如说带孩子去 去吃饭 孩子一说话 家长就说 小孩子家长懂什么 不要插嘴 孩子说话 一定要 要让孩子表达出来 并且要 要大声的表达出来 这样到将来以后 他 他就会 会有自己的自主性 他就会敢于表达 敢于表达自己心理想法 还有一个就是 角色互换 和孩子 比如说 家庭装修了 问孩子 咱家庭 咱家装成啥样子的好 让孩子 也参与进来 让孩子 把这个角色 互换一下 平时 可以多给孩子 一些零花钱 让孩子 自己去管理 他这个 他这个钱 他长大以后 就会 就会 越来越会 懂 懂得 这个金钱的管理 第七个 七个办法 就是心理障碍排除法 有些孩子 他从小可能 受到 这样那样的 教育 心里面会有障碍 但是 怎么让他 让他排除呢 就是 平时 可以多 听听孩子 倾诉 比如说 孩子 受到 大年级的孩子 欺负了 回家 回家 给家长说了 家长一定要 耐心的听 听孩子的话 到底是 什么原因 受欺负了 比如说 孩子想哭了 表达一下 就让孩子 就让孩子去 去哭 这种 这种是让孩子 去宣泄一下 他可能就会 把这 这种心理的障碍 就会排除了 还有一种 就是脱民法 脱民法 比如说 孩子 心 平时胆小 或者 有啥 心理里面的 疾病 可以写到纸上 写到纸上 然后把它撕碎 在日本 有一些单位 就是宣泄法 脱民法 就是 找一个假人 让孩子 让员工去打 打他 打过以后 他心里宣泄了 他 他这种障碍 就会慢慢的减轻了 然后就是 听之认之法 就不去管他 不要太在意 孩子这种想法 慢慢的 可能长大以后 他会 也不 不 不太在意 这些 这些缺陷 长大以后 也就 没有这些障碍 然后第八个 就是 微笑法 要 经常微笑 咱们包括 咱们大人 也是这样 在单位 见同事 给一个微笑 孩子 上学了 见到小伙伴 给一个微笑 见到老师 给一个微笑 这样都能 培养孩子的 各种能力 给一个小伙伴 给一个小伙伴